既然要合那就要交换嘛 简单来讲政治就是这样 可是我现在看不太出来 民众党要用什么交换 或者是柯主席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在这两者没办法确定的情况之下 不知道怎么谈下去 是现在有一点为难的事 以前也监督柯P嘛 对民众党也有一定的了解 柯P他到底这讲的什么意思 那DNA实在差太多了 但是柯P他为什么 我刚才很确定讲他主动要跟郭见面 然后蓝白合到底可不可以合 这是未来取决于国民党到底能不能够 赢得2024的大局 很重要的关键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现在谈 没有办法谈出一些具体东西的原因 是我实在 因为既然要合那就要交换嘛 简单来讲政治就是这样 你说合作或者是交换 可是我现在看不太出来民众党要用什么交换 或者是柯主席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这两者没办法确定的情况之下 不知道怎么谈下去 是现在有一点为难的事 当然可能民众党想 柯文哲之前我印象中他也讲过 就是民众党的想法当然也是 这个在野集合才能监督或者是说杀杀民进党 这个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国民两党之间现在的共事 可是问题要合作也要有想要的东西 要怎么合作 那立委呢 他这边已经算到立委愿不愿意礼让 互相协调出一组人选 有些区域 我觉得有难度的原因是现在 在大致上多数的选区 看起来国民党要单独提名 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那这个人选队 然后这个方向明确 我觉得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好的起跑点 啊可不过尴尬的事情 继续回到刚刚那个就是 民进党 相对于民进党选制明确 人选就位 那看起来本党这个速度要再加快一点 不然就算民众愿意给我们支持 那确实可能我很担心 在接下来这个犹豫不决的这个作业期间 会有一些变化 这是其实现在 我们自己基层很担心的事情 那佩许你怎么分析这个大局呢 如果侯单独又打不赢 那一定要非绿大联盟 啊柯P整合是有难度的 你觉得这一局该怎么 我觉得要很明确的柯文哲要知道 他自己下一个阶段的定位 或者是他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今天如果柯文哲很明确的说 我就是要选总统 别的我都不接受 那谢谢就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 可是今天看起来我们还不太确定 柯主席到底他下一步 2024年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他只有说不管他的角色是什么 他都可以左右这场选举 那可是他就算是在野党的主席 他确实也可以影响这场选举啊 所以对国民党现在来讲 就是不知道 这个你说友军好了 我姑且把它定义为友军了 那不确定柯主席想要 或者是说他的终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那这样会有一点难开始谈 嗯对 所以柯主席现在又要去访美 然后又要下降 对他能够见到什么样的层级 还是只是去智库走一圈 其实这个差别很大 好 好